航物骨輪流挑戰巨浪 征服骨海熱門航線 現在是他的時代喔 哈囉 歡迎光臨乎了吧 我是小學徒安琪拉 我是大廚真宏 欸 你怎麼是新面孔啊 對啊 大廚 我是新來的學徒 請多多指教喔 欸 等一等 你說你叫哥吉拉嗎 不是啦 我叫安琪拉 老師你累了嗎 沒有啦 我最近在學一些新東西啊 而且花了好多力氣啊 我常常在打課稅啊 老師你在學什麼啊 衝浪啊 我是陽光男孩耶 真的假的 那老師你知道 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在衝浪嗎 什麼意思啊 誰啊 就是那些想買航運股的人啊 他們就以為在衝浪 你也用這種爛根啊 轉場 哎呦 哪有啦 老師 至少我也是有成功轉過來了吧 好啦 勉強勉強 那我們就趕快來看本週的好菜吧 嗨啦 今天的菜色是閃裝航運股 明明最近起起伏伏的 感覺也不是非常穩定 而且這兩天常常開高走低 為什麼老師還要特別介紹他呀 喔 因為他的第一季的EPS就1.17元 比去年的第一季啊 同期已經成長了98% 將近快一倍了喔 而且呢 投信跟自己上 最近偷偷的又開始買進了喔 投資朋友可以多加注意喔 我們的第二道菜就是慧揚KY 那慧揚最近的走勢有持續在往上 感覺是入場的好時間嗎 還是老師你覺得還有沒有可能再往上攀升呢 目前啦他的這個第一季喔 這EPS是1.99元 比剛才那個剛才我們講的域名更好 而且呢 他跟去年同季比較的話 更恐怖喔 成長了12倍 可是呢 外資他操作很奇怪喔 他逢高啊 會調節 可是拉回他又買進喔 所以這個地方投資朋友 你可以看到外資的持股是越來越多喔 我相信未來會有行情喔 第三道菜是2605的星星 這個我知道 近期星星是處在一個壓力帶 如果突破的話 應該還有機會繼續往上走 而且呢 外資還有自營商也有在同步買超 雖然這幾天是有在開高走遞 不過整體的形勢是有在穩定成長的 你都說了還是要說什麼 他的第一季的EPS是0.6元 那跟去年來做比較的話 實際上他也成長了185% 也是蠻恐怖的喔 但剛才我們這個小學都已經講了 這外資跟自營商他同步的買超 後面的買盤 當然就會比較扎實囉 可以多注意囉 哇 老師你今天介紹感覺都很有前景耶 而且我看你之前幾集 也都有介紹到這幾趟股票 但我還是想要看看老師你有什麼壓箱寶 好 壓箱寶就是他囉 投資朋友知道他為什麼是個壓箱寶嗎 因為他的K線的形態打底的非常的扎實 那再來呢 法輪原本前面都是在賣超 最近卻是在買超喔 所以後面的這個整個籌碼會越來越穩定 但是最重要的一點 他的股價是非常的低 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看到都會非常喜歡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他喔 哇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隱藏菜是什麼呢 我都會在群組跟大家說喔 沒錯 那就趕快加入老師的Lion和Telegram 喜歡我們的影片也別忘記 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或者吧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哈囉 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欸 同學同學 你下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喔 訂閱理財做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耶 那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按讚 訂閱 留言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 按讚 訂閱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